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维存物质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些很复杂的机制将它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组完整的维存物质 但是过程里面有很多时候会出错的 大家不要想着 人体真的很完美 其实很不完美 就是说过程里面 那个维存物质出了些问题 例如有一些基因 就是维存物质上面有一些基因 就是出了一些事 它就发挥不到它应有的功效 那就会有问题了 都提一提究竟如何维存物质 影响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维存物质 控制我们整个人 身体的发展 功能 基本的机制就是 我们的维存物质上高 有不同的基因 其实就是一堆分子结构 这些分子结构 就是经过一连串的不同的步骤 它就会做些蛋白质出来 这些蛋白质 就会去到身体不同的细胞 就叫它做那样做那样 比如叫你生多些细胞出来 那你又如何发展 牵涉终合症就是说 在孩子的维存基因里面 其中一个地方 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变成了有些蛋白质 就做不到出来 那没有了这种蛋白质 那结果呢 就会令到我们整个神经系统 那个发展 那就会出现问题了 Anderman syndrome 这种天使综合症 我们将它归类做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那就是说是一种神经退化的病 那它呢 一出生的时候 寶寶看下去 起码外观上 很多时候完全看不出有什么 有时候有 不过很多时候都看不出这样的 那原因呢 就是说 寶寶胚胎形成的时候 神经呢 就是它基本上 它发展都还可以 但是呢 就是出了世之后 神经脑部那些会继续发展的嘛 但是那个发展过程呢 就可能停了 或者就倒退了 那变成了呢 就是说 寶寶出生正常也好 可能过得一段时间 比如一岁 两岁 两岁 几岁之后呢 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了 其实病症都很容易估计了 那个脑控制的所有功能呢 都会受到影响了 那比如说一些的 说话功能就会差了 比如可能完全说不到话 或者可能只是说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的东西 那一路都是这样的 手脚那些控制困难 比如说可能平衡不了 或者有些很不正常的姿势 如果差点呢 就有些完全动不了 那需要坐轮椅的 那当然呢 一些情绪方面 就是认知方面的问题也都有了 就是可能会影响智力 影响到人的情绪 那Angerman syndrome 的BB呢 或者小孩呢 就有个特色 就好像很容易就笑 很容易就开心 就是这个表面上看 就是很难知道 是不是真的开心 还是不开心 不过就是有这样的现象 可以看到的 老部退化呢 有些时候它会有些错误的讯息 就走出来 这样的 那老部如果有些错误的讯息 走出来呢 就会变成了那些 就是我们叫羊肩症 或者叫Epileptic Seizure 那其实羊肩症呢 除了说我们常见到那种 震啊咬你那种 其实还有一大堆 不同病征的羊肩症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 呆了 就是呆了 没有反应 一阵都有 有时可能突然间 没力的 也会有的 其实各种都会有的 最典型的病征呢 就是家长 我们就会留意到 可能在小时候 那说一下怎么样预防啊 今時今日有很多基因的測試 可以在嬰兒出生之前去做檢查 但是這個病最麻煩的一件事 有部份基因測試測出來 其實是測不到的 很難完全100%防止這種病發生 尤其是很多時候 這種都是自己的基因變異 即是說基因在嬰兒形成的時候 自己發生的負責的基因 無端端好像關了兒子 那爸爸媽媽是完全沒事的 是嬰兒形成的時候才出現這件事 就更加難知道 就算嬰兒出生之後 診斷有時也不太容易 因為有些病徵 譬如有些人誤診了是自閉症 或者誤診了是大腦徑鸾 歸了那類 暫時來說真的沒有什麼治療方法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透過一些藥物 去控制它 抽筋那裏 抽筋那裏應該是比較容易 可以經藥物有效地控制到的 其他一些東西 譬如智力 行動上 甚至有些腸胃出問題 那些只能夠都是用一些方法 減低對人或者對照顧者的影響 一般的壽命就跟正常人一樣 你可以預計到 通常這些嬰兒一生人 都需要周圍的人很多的照顧 當然對家人壓力相當之大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 點讚 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好嗎 請教yo 再اب达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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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